记者刘兵权南投报道,春天后抹面,昨6日,青年联甲,第三天天气晴朗,南投涌现出油潮,各地景点严重塞车,为受封面影响,气温走降,今夕头,日月潭还下雨,以致车流相较昨日大幅减少,日月潭在下午4点,车潮几乎散去,全县交通疏导大致顺畅,未再出现大塞车情况。 大日月潭地区经游客人次约3,7万,比择天5,2万少了1,5万,虽然环潭地区都有车流,且在进入日月潭的九龙路口至水社路段还车多,但整体车流仍有缓慢前进,中午时分,位在水社闹区的中心停车场则客满,受到下雨响,午后雨势变大,游客便提早北返, 下午4点环盘地区已不见车潮,西头地区经也下起绵绵细雨,停车场则直至近午才客满,虽然连外道路仍有车流,但普遍行车都还算盛畅,未有定点情况,相较昨日已大幅改善。 日月潭风景区管理处南投县警察局表示,连甲第四天受天气转变影响,加上昨日涌现的大量北返车潮,今天环盘与县内景点车潮大幅减少,除了固定几个路段容易塞车外,其他行车状况都算正常,预估明天的车流可能与今天类似,将会持续在重点路段执行浇管。